瑞典成功让我们见识到了小国家也能有大能量 其生产的萨博35龙式战机 一生虽毫无战绩 却凭借远超同期美苏战机的设计理念 和无事故无伤亡的老好人形象 远消海外 成为瑞典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最成功的超音速战机 当然 对身为严控的火力军而言 萨博35一改传统 因大胆设计造就的华丽外观 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本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款瑞典航空工业最令人难忘的传奇 萨博35战机 服役45年 虽没有机会在实战中证明自己 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种运用双三角翼布局的超音速战机 有趣的是 比苏27落后两代的萨博35竟然更早地做出了眼镜蛇机动 被视为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完成此动作的喷气战机 即使到了现在 萨博35依然是除美俄中三国战机外 唯一能做出该动作的战机 这在实际近距空战中具有重要的战术意义 如己方战机在转弯或盘旋等机动过程中突然发现身后较近距离来了一架敌机 己方战机便可通过使用眼镜蛇机动快速减速 使敌机冲到前方处于受打击的位置 另外 己方战机突然改变了飞行状态 也会使敌方多普勒雷达失去目标 从而减小遭受攻击的可能性 所以像萨博35这般能做眼镜蛇机动的战机生存能力更高 萨博35之所以具备眼镜蛇机动能力 都归功于其大胆射击 二战结束后 战机一举从螺旋桨时代跨入了喷气推进时代 加大相关领域投资 法国和瑞典也就成了该时代的先驱者 如瑞典 在1950年年代时 虽已有能与F86军刀旗鼓相当的萨博29坐镇 但伴随喷气技术的快速更迭 各国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家战机突破因素 于是瑞典就委托萨博公司展开对下一代战机研究 对于新战机的设计 瑞典空军态度十分开放 并未有过多干预 只是出于实际情况 提出了战机作战的性能要求 如瑞典国土狭长 公路众多 因此要求新战机必须可以从加固的公路上起降 要具备优秀的短距起降和低空低速能力 同时要求新战机具备超音速能力 能拦截高空轰炸机和战斗机 此外 瑞典空军还要去重新加油装弹时间 必须足够短 即使紧急动员兵操作 也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这样的要求可抽坏了 萨博35的设计团队 要怎么协调高空高速和低空低速能力呢 就在这时 三角翼的兴起得到了 萨博35设计团队的注意 三角翼大家都熟悉 如法国达所开发出的 幻象系列三角翼战机 又或是苏联 凭借尤尾三角翼布局 研制出来的 能满足大营角飞行的 机动性和操纵性 又能满足高速飞行要求的 米格21 苏9 苏11 苏15等战机 但瑞典的萨博 却将三角翼布局 运用到了极致 采用三角翼布局的战机 在超音速飞行中 机鼻形成的冲击波 到达三角翼的大后掠前缘时 会使三角翼产生 非常高的气动效率 在大营角飞行时 三角翼的前沿 还能产生大量涡流 附着在上一面 从而提高升力 飞行效果非常理想 但三角翼布局 却不利于战机 低速飞行时的 机动性和操纵性 如在起飞降落 和低空对地攻击的时候 极易翻车 为了改进这一缺点 萨博35的设计团队 在吊完大把头发后 奇迹般地创造了 极为独特的 双三角翼设计 即在三角翼配置上 额外搭配一组 较大的三角翼 来使萨博35 在高速低速方面 拥有良好的操作性 之后 萨博35的工程师们 便根据新设计 制造出了名为 萨博210的验证机 其内翼的80度角 为战机提供 良好的高速性能 外侧60度翼 则给战机提供 在低空速下的良好性能 验证结果非常成功 1955年10月25日 萨博35的第一架原型机 进行了首飞 并于1960年3月8日 进入瑞典空军服役 当然 双三角翼的设计 也有缺点 就是萨博35很难降落 尤其早期的版本 飞行员不得不在降落时 手动稳定飞机 但除此之外 双三角翼布局的 萨博35战机 在其他方面都完美满足了 上述瑞典空军的要求 萨博35战机 外观非常犀利 及衍生型号众多 光是瑞典空军自用型 便从A型排到了J型 在武器方面 萨博35从A型到F型 增加了外挂点 武器载荷和种类 整体变化不大 配备的基本都是 1-2门30毫米亚丁转轮式机炮 每门备带100发 整机拥有9个外挂点 可挂在各式武器 其中包括带有 破片杀伤战斗部的 AIM-26B导弹 AIM-9响尾蛇导弹 以及AIM-4猎鹰导弹 此外 该飞机还可以携带 用于攻击地面目标的 75毫米或135毫米 航空火箭弹药舱 和重量达1000磅的航空炸弹 当然 以上这些都可以 与副油箱搭配使用 以萨博35A为例 即可选择挂在 四枚瑞典制造的 AIM-9响尾蛇导弹 或是挂在两枚导弹 和一个530升 基附附油箱 两侧机翼下方的 135毫米航空火箭弹药箱 通常作为补充火力使用 在短距起降方面 萨博35可以在650米的距离上起飞 一可在530到610米之间的跑道上降落 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程 萨博35除了采用前面提到的双三角翼布局外 就是其配备的RM6ABC涡轮喷气发动机 在A-J型号中 大多数萨博35战机用的都是RM6C发动机 这是最新性能最好的加力版本 在搭配瑞典制造的加力燃烧时 使萨博35战机成功突破了 两马赫的速度门槛 最大声线度和航程 分别来到了2万米和2750公里 降落时 战机采用的是常规三点式起落架 前起落架向前收起 进入机身 主起落架向后收起 进入机翼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安装的新型EBK6667加力燃烧式和发动机 虽使萨博35有了更强劲的动力 但机身也被迫加长 而萨博35的飞行员 又习惯在降落时 以大营角姿态滑行 通过加大机身的气动阻力来减速 因此 萨博35战机就出现了一个 微起落架 即可收放的第四起落架 以保证在降落时避免机尾擦地 同时也是辅助萨博35战机 在野战条件下着陆的重要构建 至于航电设备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萨博A到J型号 升级最多的地方 更是萨博与打击控制 与空中侦察系统兼容 成为首架实现数字网络中心站战机的基础 最初的萨博35A型 安装的是爱立信PS-02雷达和PN-793A敌我识别器 其设计基于法国CSF西拉诺战斗机雷达 及其内置火控系统 到了1966年 萨博35A开始升级航电设备 其集成了萨博S6B瞄准系统 其中包括机B下方的红外搜索和跟踪传感器 据悉萨博共制造了90架萨博35A型号 其中前三架是预生产型评估机 接下来的17架没有安装雷达和其他一些航电 被作为地勤和飞行员的单座教练机使用 剩余的才是A型的量产战斗版本 直至1976年 最后一架萨博35A单座型 才被新型号的龙取代退役 即萨博35B型号 A和B型号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其内部航电系统的重大升级 萨博35B于1956年开始研制 这个时间甚至早于J35A的投产 不过由于航空电子设备研制进度的严重之后 导致1964到1865年 只生产了73架完整的萨博35B 它将新的爱立信PS03ARX波段雷达 与萨博当时最新的57火控系统集成在一起 使战机拥有了更强的阻敌能力 如萨博35B挂载对地攻击武器 如两个75毫米火箭箱时 每个可内置19枚无制导空空火箭 它的空地数据链可接入瑞典空军的 STRIL-60空战管理系统 通过预警机和地面雷达 不断收集更新的目标信息 可以更好的对目标适时打击 萨博35B有这么一套 在当时称得上先进的作战网络 瑞典领空想不安全都难 此外 萨博35B还更换了新弹射座椅 能在零高度安全弹射 1960年1月14日 萨博35B成为第一架在平飞中 突破两马赫的瑞典战斗机 从1962年开始 萨博35B开始交付 首先装备的依旧是 乌普萨拉的第16中队 直至1976年 最后一架萨博35B才退役 C型号即SK35C 是萨博35B的训练机版本 在1959到1960年间 共有25架萨博35B被改装成SK35C双座教练机 而最后一架直到1998年12月才退役 其服役时间相当长了 D型号主要升级的是动力系统 也是换装了上述的RM6C发动机和EBK67加力燃烧式 使加力推力增加到7800公斤 同时也造就了最快的萨博35改型 当然 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油耗大 因此 萨博35D的进气口被迫向前延伸 从而将内部油箱容量增加到了2920升 并用两个基辅挂架 取代了之前的中线挂架 来挂载530升副油箱 非常适合有转场的拦截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航程的大幅增加 被封存的前30架萨博35D战机中 有28架被改装成侦察型 即S35E 加上新造的32架 总计共生产60架 S35E没有武器 执行侦察任务时 可在翼下挂在一个薄条和热焰弹干扰吊舱 另外还能挂4个副油箱 和6枚用于夜间照相的照明弹 所使用的侦察设备 则是法国欧米加公司专门研制 且能装入机笔的Scar-24照相机 该机的机笔 可安装了4台Scar-24和1台Scar-16 并且E型号还拆除了机炮 以便在机炮炮舱内 安装两台Scar-24 除此之外 美国公司还为该机 研制了一种红外侦察系统 在20世纪70年代初 装备S351战机 据悉该设备可挂在任意一个机笔挂架上 而该型号一直服役到了1979年 最后的F5和G型号 火力军个人认为 在萨波35所有型号中 F型应该是最完美的 其凭借其远程导弹 高性能以及全向攻击能力 极大提高了瑞典空军的拦截能力 成为战斗机部队的中间力量 萨波35F为了容纳新导弹所需的附加电子设备 就把左侧机炮拆了 腾出空间 该型号的雷达也升级成爱立信PS-01A 并与萨波S7B火空系统集成 到20世纪80年代初 该机的PS-01A雷达被升级为PS-01E 增加了其抗干扰能力 该型号一直服役到1985年 才被萨波37雷和萨波35的最终改型J型号取代 而萨波35G这个终极改型与F型相比则更进一步 进行了全面升级 如加强机身和机翼 使其可承载4082公斤的最大外部挂载 而在内一段下方 新增加的两个挂架 也使其可以同时挂载四个530升附油箱 和四个75毫米的火箭箱 此外 J型的发动机 雷达 火控系统 IRST传感器 导航系统 以及座舱电子设备等 也都在改装项目中获得了新升级 只是考虑到性价比 火力军个人觉得还是F型比较完美 1998年12月8日 瑞典的萨波35G战机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 总之 萨波35是一种易于操作和维护的战机 在六分钟内 一个八人机组便可完成战机的加油和装胆 而它良好的高速和低速能力 使其具有良好的空中格斗能力 虽然它在瑞典的故事结束了 但萨波35凭借其优异的性能和操作性 一改萨波29只出口到一个国家的惨状 远消丹麦 芬兰和奥地利等国 甚至它还出现在了1990年电影《火鸟出击》中 同美国阿帕奇的战斗 其名声传播之广 非比一般 是瑞典第一款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的超音速战机 外销给丹麦的版本 总称是萨波35XD 总共有51架 分为单座版F35攻击型 RF35侦察型 以及TF35双座教练型 其中F35攻击型是这里面最重的 也是一款攻击轰炸机 有9个武器挂架 能够携带空对地导弹 电子对抗措施 并保留了两门30毫米机炮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萨波35XD的机头没有雷达 所以为了保持平衡 往往会使用金属机头和压仓物 其一直复役到1993年 外销芬兰的则是萨波35X 分别为萨波35BS FSCS版本 总数为48架 这些战机被芬兰空军作为战斗机和轰炸机使用 一直复役到2000年8月16日 之后被FA18大黄蜂取代 最后的奥地利是萨波35最后的客户 也是最后一个装备该机的国家 奥地利在1985年5月 订购了24架萨波35欧 这批战机原型是萨波35D型号 进行翻新后 于1987年6月25日开始交付 虽然这批战机主要被作为截击机使用 但奥地利空军也为其配备了 侦察吊舱AIM-9响尾射导弹 使其具备执行侦察任务和全面攻击能力 而最后一架萨波35欧 于2005年11月25日退役 被租借的F5E取代 全世界最后一架萨波35 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萨波35的设计虽然大胆且非传统 但其651架的产量 足以证明该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瑞典这款独特战机 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君 下期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